所以反滲透法 其实如果真的把它修掉的话 换句话讲 那共产党就可以大剌剌的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拿钱来捐给 捐给这个党 捐给这个人 叫他们去 以后你选上以后 一定要主张统一什么什么 他就可以这样子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外国势力怎么可以这样进来 境外的势力 怎么可以这样进来呢 所以这才是问题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所以我要让大家了解 所以耐清德他起来讲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也要让大家看 当然国民党马上就要开始 对耐清德才一讲而已 当时徐晓鑫被攻击全身的航童 所以你看看 他们就攻击说耐清德 你也挂了一只劳力士 结果耐清德马上主动澄清 价格并非最高等级 劳力士其实最便宜的 以前六万块就有了 我说给大家知道 白鸽的 这几年就起开了 这几年留得起 但是白鸽的 差不多十万块八万块就有了 我说给大家知道 我说他说 我人生第一只手表是妈妈送的 价值几百块 当选国大代表的时候 表姐送了一只劳力士给他 但遗失了 还有另一只的劳力士 就是第三只手表 是去日本开会的时候买的 这都是大约十万块左右的表款 一级没有申报的问题 因为我们最少 我们要二十万以上才要申报 徐晓鑫那一只手表是三十六万九 所以他要申报而没有申报 这是这个问题在这里 还有不要忘记 耐清德 他已经当医生多年了 他在当国大代表之前 他就已经是医生多年了 医生的薪水大家知道 是相当相当高的 所以其实他的收入已经非常好 他那时候当医生 请问徐晓鑫你是当什么 你是政治CBN的 你是早餐店女孩 一天收入变两万 我讲实在话 我当议员之前 我的确是开宾室了 因为我当律师嘛 我那时候是宾室最大台的 那时候叫大水牛 后来当议员 实在是跑湯 我就没有 那个宾室就卖掉了 就没有在台 所以啊 我是律师 我那时候讲的难听话 我那时候薪水多少钱 是不好意思说 比当我当部长当立委 多好几倍 我那时候当律师的薪水是这样的 我开病室又怎么样 他是医生 问题是你徐晓鑫你是什么 早餐店女儿说你家很穷 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现在变成 你家早餐店一天赚两万 好 所以呢 乱清德说 国民党现在什么都不怕 为了违未就造 转移焦点 已经没有大势大飞 所以这个时候 四叉猫又出来了 这个四叉猫真的很可爱 他说蓝白围攻 耐清德的手表 所以四叉猫说 王国璋 你漏爆了一百三十万的股票 还有三百三十一万的名表 珠宝 你都没有爆哦 隔了一次 隔了两次 隔了第三次被发现了 你才爆哦 民众党酸耐清德买劳力士 反备挖出黄国昌肉身报 所以小早劝说 不要靠这招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现在再讲的话 那民众党会很惨 尤其黄国昌 大家发现 黄国昌乱来较急 他有三百三十一万的名表珠宝 比我较急 选举的时候 我还冠军 我想我投他派你了 我现在想一想 欸 董事長 還好我没有捐钱给他过 你叫小草 你叫小草 所以从他们要攻击这个 然后又回来了 因为我那么讲 我必须那么讲 因为巧欣实在是有 太有戏 那巧欣一直被被 其实也不然讲被攻击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巧欣自己挑起来的 就我很难想象 许小草那时候 去台北地人署 安寅身高的时候 会穿Prada 然后带一只老力士 就我认识的 许小草不是这样子 因为2015年开始认识他 那个时候许小草 真的是国民党里面 很辛苦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那个时候为了 为了要帮国民党 政府中的候选人辩论 国民党都是年轻人 出来当炮灰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然后一路看着小草 小草其实我觉得 他本来应该是立志故事 六年的时间 市议员变立委 只有六年 民进党在那边 六年的时间 你都会几元 不好意思 我比他快 你还快 我比他快 不好意思 你一年了 我先讲 你几岁 我几岁 我当了律师 当了十八年 对啊 我当了十八年的律师 我才选议员的 我当了十八年的律师 我当然开一辆兵士 没什么问题吧 选举记录保持人在这 可是你几岁啊 我那时候已经四十七岁 他还没有三十五岁 我那时候四十七岁 黄姐 只有黄姐比他更年轻而已 比他更年轻了 好 可是小草怎么会搞成自己这个样子 国民党有多少人帮他讲话 在没有徐晓星的蓝军的群组里面 有人要有人是怎么讲 你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晓星是自己搞成了 自己搞砸的 那你去拉赖清德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 不会啊 所以黄国昌 这个黄国昌这个比较好理解 民众党也很好玩 用个 用个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晓星出来之后救了好多人 真的 救了黄国昌 借了谢国梁 救了谢国梁 谢国梁问题隐瞒一堆 谢国梁不要这个时候 不要乱搞 好不好 晓星已经帮你打眼睛 因为蝙蝠是会残暖的 因为有了许许老师 就没有人要谈谢国梁 可是对于柯P跟民众党来讲 跟黄国昌 国昌老师来讲 国充 山梁都被晓星吸走了 晓星的晓星 晓星本来他们这个 他他他他大姑家 他婆婆家这个事情 这到底没有什么 不应该去讲人家的 他自己每天爆料 他每天爆料 我认识他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林家小女孩 他说他家很穷啊 因为开早餐店啊 上节目的时候他也讲过啊 被抓出来以后变成说 他上节目说我家很穷 开早餐店 现在突然间说我家早餐店很赚钱 一天赚两万 然后昨天晚上又再上直播又说小时候跟他爸爸妈妈挤在后面那个只有一坪的房子房间 一坪 不可能 他说他的早餐店后边有夾一间 说是一坪 对 一坪 是一坪嘛 一坪 他们家三个人就一坪 一坪就是两张 我现在坐的这个桌子这么大 就双人床这么大 应该不是 夾一间 他这个应该讲错 他就是说放了一张 放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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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垫 再加一个一个一个衣槌以后就没有位置 他跟他爸爸妈妈挤在一起 早餐店一天赚两万的会住这样 不可能 不是 你所以说 要说什么 我这个不知道算了 扣到学校没钱 我还不知道要去讀四专 我去讀四专就是因为家里穷 而且我弟弟也讀四专 好像就是没有钱嘛 然后公家好像还会发零用金 对啊 而且吃的住的都国家提供 连穿的衣服都国家提供 对啊 都国家提供 没有同学 我小时候我们同学也有人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说巧兴 他本来应该是励志的故事 六年成功 结果你现在看到什么 一双三四万块的鞋子 买了买了多少装 TOTS三双 Prada一双 还有其他的牌子 裡面搞不好家里衣槌还有呢 那只有蟋子而已 只有蟋子而已 他說他买不起十几万的衣服 但是他可以穿三四万的鞋子 好几双 你说给谁听啊 所以我要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当然啦 我家穷所以我去读诗专 但是我读诗专 当老师以后我去读法律系 我大概二十六岁二十七岁 我考上律师 我当了十八年的律师才去选议员 我当立委的时候是四十七岁 所以我是当了十八年的律师 所以那时候想说我买一件免外来开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是真的 诶 怎麼 诶 他法律系 他是政治系毕业 他做了什么工作 國民主党青年团助理 國民主党青年团助理 一個月五十万是不是 党工啊 而且他是在立委 投票前兩個月五十万匯给婆婆 投票前一個月再匯五十万給婆婆 他先生嘛 選舉的人 我知道了 你最后一句話 選舉是在欠錢 五花錢怎麼這麼多 所以他很強啊 他真的 他真的一定手上很寬裕啦